歸山島位於黑潮帶上 有豐富的生態 它是台灣東北角重要的漁場 同時也是生活在 南洋平原上的人們 生活和心靈的寄託 進草嶺隧道之前 最後看到的一個 海上的一個景物就是歸山島 它好像就是來 跟我們送別的媽媽一樣 格馬蘭公主與龜將軍的神話故事 守護家園的龜將軍 與化身為南洋平原的格馬蘭公主 串起南洋平原與龜山島的情感 如果那個龜山島的背上面 有被那個雲覆蓋住的時候 要趕快叫大人 因為那時候就代表 那個要下雨了 學藝中的DNA應該是很 對龜山島都有很鮮明的記憶 龜山島上不到千人的漢人族群 在平起的島上生活了近百年 但島上的故事和文化 卻一點一滴的消逝中 龜山島之子已不知龜山島之事 透過學校的鄉土教育 從童萬中找回副祖輩的根 離鄉才知故鄉美 宜蘭由此返鄉後更珍惜這塊土地 在蘭陽博物館無畫部的支持下 在地創生團隊與居民正積極推動 龜山島地景博物館 當我們把龜山島理解成一個巨大的 地域型場景型的博物館 系統性的去理解 用各種不同角度去觀看 那宜蘭人跟龜山島的關係 就會變得比較親密 土地跟人的關係就會變得很微妙 地景除了地理元素 也納入人與自然的互動 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有成功的案例 更帶動永續觀光 留學英國的黃建圖 和地方創生夥伴 希望以龜山島做領航 推動台灣第一座 具有地理 生態和文化意涵的 地景博物館